反射和皮肤感觉分布 做完特殊测试后 肉怀疑患者的问题 有影响到神经应检查反射 并比较两边差异 腰椎的反射 病骨L3、L4 内侧腿后侧肌群L5、S1 外侧腿后侧肌群S1、S2 颈骨后方L4、L5 根键S1、S2 神键反射是在患者肌肉 其肌腱放松情况下 以反射锤测试之 病骨反射可在患者坐着或躺下进行 并以反射锤直接敲在肌腱上 测试病骨反射L3、L40 膝部应区区30度仰卧或90度坐姿 根键反射S1、S2 可在腹卧、坐姿或柜子下进行 测试根键反射时 怀关节应为90度或稍微背驱 进行测试前 一定要确定患者的背驱肌为放松的 否则此测试将无效 而这要借由被动的背驱患者的足部 并感觉患者的足部有无弹回到这驱的姿势 如果没有发生 则表示背驱肌没有放松 测试锅旁肌群反射 半箭机L5S1与骨儿头机S1S2 检查者拇指置于肌垫上 并轻敲指甲可引起反射 一样的 执行子测试时 膝关节应微区区 以使锅旁肌群放松 神经性间歇波形可能会造成运动后反射迅速消失 如果怀疑有神经性的间歇波形 就必须要立刻测试反射 因为反射可能会在停止活动后一到三分钟内回复 间歇性波形之鉴别诊断 疼痛 血管的与运动有关 同时发生在很多不同部位 神经的与运动有关 感觉从一处穿到另一处 脉搏 血管的运动后消失 神经的运动后还可能触摸到 脑脊髓液内的蛋白质含量 血管的正常神经的增加 感觉变化 血管的没有特定变化 神经的依特定的皮结分布表现 反射 血管的正常的 神经的减少 但很快恢复 另一个可能需要测试的反射 是表检提稿机的反射 这会发生在男性 患者眼握 检查者一意坚物 刷过患者大腿上部的内侧 若受视色的阴囊提起 则此测试为阴性反应 两侧的反射均消失或减少 显示有上运动神经元的损伤 若单边的消失则显示在L1和L2之间有下运动神经元的损伤 反射消失伴随着增强的深腱反射则具有更大意义 另外两个表检反射为表检副反射和表检肛门反射 要测试表检副反射时患者需仰卧 而检查者一肩物刷过患者腹部上的每一项线 并且是以肚脐为中心画三角形的形式 此反射若消失 皮肤的反射性动作则显示有上运动神经元的损伤 单边消失则显示有T7到L2之间的下运动神经元损伤 依据反射消失在哪里观察到 可知是哪个阶段的神经支配出了问题 检查者测试表检肛门反射 是借由触碰肛门周围皮肤 若有肛门扩约机S2至S4的收缩则表示正常 最后检查者应执行一个或更多的病理性反射测试 以决定是否有上运动神经元的损伤或椎体竞速疾病 例如先前已经提过的巴彬斯基或欧蓬汉测试 这些反射的存在显示可能有疾病或上运动神经元病变的存在 反之若无这些反射则为正常情况 若发现有神经的症状 早检查者必须检查神经根的皮结模式与周边神经的感觉分布 要记得皮结分布因人而异 并且其伴随发生的表现只能当作参考 检查者测试感觉时 以放松的手划过患者的背部 腹部及下肢 前旁和侧边 又确定包含了腿及足部的每一面 如果在此感觉筛查测试时发现了任何两侧差异 则检查者可接着用针轮 针 棉花 球或刷子来标识出有感觉异常的精确位置 并确定受到影响的是周边神经或神经根 疼痛也许会从腰椎牵连到底甲关节 即往下传至脚 甚至足部 但很少有疼痛上传至脊椎 疼痛也可能是从腹部器官 下胸椎和底甲关节牵连而来 肌肉也会牵连疼痛至腰部 腰椎的周边神经损伤 腰底隧道正后群 此症状仅于L5神经根通过卡腰通道中的卡腰韧带底下时受到压迫 常见造成压迫的原因是外伤 发炎 骨刺或肿瘤 症状主要为感觉异常 L5皮结及疼痛 对于L5的肌结则是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 周边神经损伤 神经 神经根起源 大腿外侧B神经 L2 L3 感觉支配大腿外侧 感觉缺失 大腿外侧 尝试间歇性的 损伤 外侧腹骨沟压迫 大腿后侧皮神经 S1-S2 感觉支配大腿后侧 感觉缺失大腿后侧 动作影响 5 注意坐骨神经也经常受到影响 反射改变 5 注意坐骨神经也常受到影响 损伤 局部 臀部 外侧 骨盆准块 宽部骨折 B孔神经 L2 L4 感觉支配大腿内侧 感觉缺失 通常是无 偶尔在大腿内侧 动作影响大腿内收 损伤 骨盆准块 骨神经 L2 L4 感觉支配大腿前 内侧 及小腿 感觉缺失 大腿的前内侧 及小腿 动作影响 吸身值 宽区区 反射改变 吸反射减少 损伤 腹膜后肿块 或骨盆肿块 骨动脉瘤 或穿孔 糖尿病性 单神经炎 骨神经之 隐神经分支 L2-L4 感觉支配 吸前内侧 及小腿内侧 感觉缺失 小腿内侧 动作影响 5 注意膝部的内侧骨骨颗上方 5-10公分 有阳性的摊耳征 反射改变 5 注意膝部的内侧骨骨颗上方 5-10公分 有阳性的摊耳征 损伤 局部外伤 内侧骨骨颗上方之受到挤压 做过神经 L4 L5 S1 感觉支配 小腿前后侧 足部背侧 及脚底 感觉缺失 整个足部 动作影响 足部背区 足部内翻 褶躯 膝躯躯 反射改变 怀反射减少 损伤 骨盆肿块 宽部骨折 理状肌压迫 臀部注射位置错误 肥总神经 做过神经分支 感觉支配 小腿前侧 足部背侧 感觉缺损 无 或是足部背侧 动作影响 足部背侧 内翻及外翻 反射改变 无 注意肥骨颈外侧有阳性的摊耳征 损伤 肥骨颈处的压迫 也有少数人吸引为糖尿病 血管炎 麻风病 腰椎肌肉及其转移痛 卡肋肌 T2 肋骨之下 脊椎之外 往下到臀部 最长肌 脊椎旁往下到臀部 多肋肌 脊椎之外 底椎到臀裂口 小腿后侧 下腹部 腹肌 胸骨腺突之下 沿着肋前缘 往下沿着腹膏韧带到生殖器 下后聚机 T9 到 T12 的脊椎外侧 肋骨后侧区域 关节内活动 腰椎之关节内活动检查特别重要 因为可用于决定关节活动的周末感觉及关节活动度 常用于取代难以执行的腰椎被动活动检查 因为被动活动需要移动沉重的躯干及下肢 当执行关节内活动测试时 应记录任何关节活动度的减少疼痛或异常的周末感觉 腰椎关节内活动 区区 后伸 侧弯 由后往前中央脊椎压力 由后往前单侧脊椎压力 横向脊椎压力 区区 伸直及侧弯 在这些测试里的动作被称为被动脊椎间动作 PIVMS 区区是在患者侧挡下完成 检查者区区患者的宽关节是膝弯曲朝向胸部 当以一只手触诊腰椎的急凸之间 一只手指在急凸上 另两只手指同时在此急凸上下时 检查者被动的区区和放松患者的宽关节 检查者可用身体重量带动动作 检查者应感觉急凸间的间隙 或是在区区时上下急凸分开的情形 如果两极图间没有发生间隙 或是其与其他间隙活动度 比起来太过分开 则分别为活动度过小或活动度过大的情形 然而此测试结果与检查者技巧有关 研究结果显示此测试之失色者兼信度 只有普通的信度 后身和侧弯也在类似的形式下测试 差别指在动作时被动的后身 被动的侧弯而非被动的区区 侧弯是容易完成的 只需要握着患者的上侧脚 并将脚往上旋转 就会借着骨盆倾斜而造成腰椎的侧弯 在执行前必须先排除宽关节的病变 中央单侧即横向脊椎压力 这些动作又是被称为 被动辅助脊椎间动作 执行这最后三项关节内活动时 患者是俯卧的 腰椎疾突的触诊开始于L5往上 中于L1 如果检查者要几个不同时刻 测试珠某感觉 使用的检查床应该要用同一个 以增加信度 同样的患者的摆位每次也应该相同 最大的动作会发生在脊椎的正中位置 而这些技巧的失策者坚信度通常很低 检查者把手、手指与大拇指 放在如图所示的位置 来执行由后往前中央脊髓压力 PACVP 通过大拇指施加压力 并把脊椎往前推 检查者必须小心地施压 以确定动作的感觉 实际上这个动作是很细微的 这种弹压式测试 可重复数次 并透过感觉其有效的范围 终么感觉已决定动作的品质 执行由后往前单侧脊椎压力 PAUVP时 检查者把手指从极突的尖端 往外侧移开 约2.5到4.0公分 使拇指置于椎弓板或腰椎的横凸上 是与和中央压力技巧一样的 往前的弹压力 这个弹压力会使脊椎往对侧方向轻微的旋转 而这个方向可以借由失测时所触摸的极突来确认 且应评估并比较两侧 执行横向脊椎压力时 检查者的手指是置于腰椎极突的一侧的 接着检查者向极突的一侧 施予一个横向弹压力 使脊椎往压力的方向旋转 并且感觉到动作的品质 极突两侧都要施压 并透过感觉其有效的动作幅度 周末感觉来比较动作品质 触诊 如果检查者在完成腰椎检查后 确定问题是发生的其他关节 则触诊应该在彻底检查完 该关节后才执行 然而当触诊腰椎时 任何疼痛、温度改变 肌肉痙磷或其他可显示出 病变来源的表征和症状都要注意 如果怀疑腰椎有问题 触诊应以一个有系统的方式 从前方开始再进行到后方 前侧 患者俯卧时可触诊下列前方的组织 肚脐 肚脐位在L3、L4椎间盘间隙高度上 并且是腹肌各向线的焦点 此处也是主动脉分为卡总动脉处 检查者小心地做身部触诊 可能还可以在某些患者身上 摸到L4、L5、S1椎体前侧 和椎间盘及前踪韧带 也要仔细触摸腹部上任何源自内脏的症状 例如疼痛、肌肉痙磷 例如蓝尾可在右下向线触摸到 而肝脏在右上向线 肾脏在左右上向线 胰脏会在左上向线 腹骨沟位置 腹骨沟部位介于卡前上级和持骨联合之间 检查者应详细触摸任何上气、囊肿、感染、淋巴结或其他此区域的病变 恰骨脊 检查者从卡前上级往后触摸到恰骨脊 并观察有无任何症状 例如宽状伤或骨突炎 持骨联合 检查者以两手拇指出诊持骨联合 检查者站在患者一侧 将两手往下推至持骨联合处 使拇指放在持骨前侧 此方式可让检查者确定持骨的所有关节都是等高的 触诊时也要检查有无疼痛感 例如持骨骨炎 后侧 接着要求患者俯卧 并触诊下列后方组织 腰椎急突 检查者触摸两甲脊最高点的连线 此点是L4到L5的脊椎间线 往下一道第一个硬物即为L5急突 若往上移 可陆续触摸出其余的脊椎间隙和急突 除了疼痛感 肌肉痙攣和其他病变的症候 检查者还要观察有无脊椎滑脱症的症候 而此病变最常发生在L4、L5或L5、S1之间 从一个急突到下一个急突间 会存在一个可看或可触摸到的下沉或凸起 而下沉的程度依据脊椎滑脱症的程度而定 消失一个急突可能会在脊椎列者身上发现 如果检查者将手指从急突往外移2-3公分 将会触摸到腰椎的小面关节 这些关节应被仔细处成有病变的症候 因为这些关节的深度 检查者难以触摸到 然而病变导致的脊椎旁肌痙卵 确实可以触摸到的 底椎、底骨裂孔及尾骨 若检查者的手回归到L5急突并往下移 将会触摸到底椎 就像腰椎一样 底椎也有急突 但是因为没有穿插其中的软组织空隙 而较难分辨出来 S2的急突位在两个卡后上急 后方九窝连向高度上 检查者的手指往下移会触摸到底骨裂孔 即为底骨通道的最尾端 此构造为道U型 位于尾骨尖端上方约5公分 裂孔两端的骨突 称为底骨脚状突 检查者的手指再往下移 最后触摸到尾骨的后端 尾骨的适当检查 需要用手指用橡胶手套进行肛诊 检查者润滑食指并插入肛门当中 同时患者的肛门阔约肌 必须是放松的 手指尽量插入 然后旋转 以便手指掌面抵住尾骨前方 检查者接着以同一手的拇指抵住底锥后方 以此方式检查可将尾骨往前后移动 任何剧烈的疼痛感 例如尾锥痛也应注意 卡骨疾 坐骨粗笼和坐骨神经 检查者始于卡骨上疾 并沿着卡骨移动 一触摸有无病变的睁后 接着稍微往远端移动 并触摸囤肌是否筋软 有疼痛感或存在不正常的小节节 在囤肌线的正下方 检查者可以触摸到坐骨粗笼 并检查有无不正常 当检查者往外移可触摸到 骨骨上的大转子 通常在宽部区区90度时 会较易触摸到 在坐骨粗笼和大转子之间 可以触摸到坐骨神经定路 神经本身通常是摸不到的 在囤肌底下 因触摸到离状肌 以检查有无遣灾病变 这条肌肉的走向 把骨盆的甲后上脊 与骨骨的大转子 和骨盆的甲前上脊 与坐骨粗笼分开 请订阅一下